这起案子轰动了全美国,因为这开拓了新思维,几个刚刚来到了美国的大陆新移民居然租了一个房子,利用差价和洋娃娃赚了上亿美元。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,昨天FBI突袭了洛杉矶的一所住宅,抓捕了几个刚来美国的华人,45岁的陈阳强,40岁的陈杰,41岁的陈美美等等。 还有几个在逃,原来这几个人来到美国之后无所事事,但是发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毒品差价,在美国卖100美元的毒品,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可以卖到1000美元。 他们想到一个好办法,把毒品分装在洋娃娃里,快递给澳大利亚新西兰,抓捕发生时几个人已经盈利上亿美元。 移民局发现,这些人都是没有绿卡,也不是美国公民。 我想说的是,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来到美国,各方面的思路似乎都打开了,尤其是加州洛杉矶以前属于老黑老默爱干的事情,现在都是大陆新移民在干,不知道是喜是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